昨天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张海连介绍 我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 开展科学探索 其后将探索建造月球科研试验站 开展系统连续的月球探测和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目前 我国载人登月的初步方案是 采用两枚运载火箭 分别将月面着陆器和载人飞船送至地月转移轨道 飞船和着陆器在环月轨道交会对接 航天员从飞船进入月面着陆器 其后 月面着陆器将下降着陆于月面预定区域 航天员登上月球开展科学考察与样品采集 在完成既定任务后 航天员将乘坐着陆器上升至环月轨道与飞船交会对接 并携带样品乘坐飞船返回地球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 我国科研人员正在研制长征10号运载火箭 新一代载人飞船 月面着陆器 载人月球车等装备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月球探测的四期工程 中国工程员院士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曾介绍 嫦娥6号任务计划于2024年前后实施 其主要任务是到月球背面采样 并携带样品返回地球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从月球背面采集月壤 嫦娥7号计划2026年前后实施发射 将去月球南极寻找月球存在水的证据 有望成为第一个在月球南极降落的航天器 嫦娥8号则拟于2028年前后发射 将配合嫦娥7号在月球南极建立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 主要任务是对月球上的资源进行勘查 并对资源的再利用进行实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